说起文宋贤这个名字,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少知道,毕竟习瘾那么多年了。 但在八九十年,文宋贤在香港还是很出名的,被夸为香港最美女配角,颜值可是很高的,天生的娃娃脸,在事业巅峰时期嫁入豪门,从此相夫教字。 文宋贤的履历不简单的,刚出道就被公司力捧,第一部电影是和成龙拍,霹雳火,文宋贤演成龙的妹妹,特别精灵古怪,紧接着就和林郑英演《僵尸道长》,并且是一个系列的合作,僵尸道长,第一部第二部都有她的戏份。 电影有这么好的资源,电视剧当然也不例外,和张志玲在,谈判专家,终扮演情侣,古装戏,金装四大才子,终扮演驻之山古灵精怪的妹妹,还跟当年的收视保证欧阳振华合作过。 还有好多比较好的电视剧演出,每个角色都演得很出彩,导致有的人记得她的角色却不记得她的名字,处于戏红人不红的尴尬场面。 现在人们提起文宋贤,更多时候会带上另外一位女明星,王子文,因为她们两人太像了。 王子文就是,欢乐颂,中的屈妖精,也是很古灵精怪的,脸型性格都特别相似。 把她们两人的生活照对比一下,几乎是分别不出来的。 有人把文宋贤和王子文放在一起对比,说她们哪个人更好看,大部分的网友都投给了文宋贤。 说回正题,文宋贤在事业巅峰的时候,却没有继续留在娱乐圈,而是选择嫁给她爱的人。 2009年她第一次遇见李子慎,2012年她和李子慎结婚。 李子慎当时生意做得还不错,文宋贤嫁给她算是嫁入豪门的了。 当时的伴娘团也很给力,最出名的伴娘也是最好的闺蜜就是舌师曼。 嫁入豪门后文宋贤就习饮,专心在家相夫教子,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个安安稳稳幸福福的生活,但后来李子慎做生意失败,被人追债追到家里,最骆驼的时候还要靠着好闺蜜舌师曼救济。 但文宋贤相信老公,对老公不离不弃,坚持一起度过难关。 如今他们夫妻俩已经恢复正常生活,从社交平台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李子慎更爱文宋贤了,简直把文宋贤宠爱成公主。 42岁文宋贤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,老公李子慎有空的时候就陪他去旅游,没空的时候文宋贤就约闺蜜舌师曼去逛街,一家三口的生活特别幸福特别温馨。